看到这里呢 观众朋友应该开始 一直有问号说 我们不是今天要看的是 一个办公室的商业空间吗 怎么一下子这个场景 目前我们又换到像是一个 专属的KTV包厢娱乐室 对 这是我员工专属的包厢 好棒喔 我们设计的想法呢 是利用一个对比色 比如说像我们的桃红色 配上一个苹果粒 可以黄色配上蓝色 然后还有一个 比较不规则造型的天花板 做一个很跳通的一个设计 如此的一个设计呢 让我们的员工能够整个人 放下心中的加速 在这边唱歌 跳舞还有庆生 所以庆生 聚会聚餐 我觉得在这边都可以解决了 对 可以很疯狂的进行 而且门一关闲 外面完全听不到什么 你知道看到这个空间 跟刚刚我们看到的空间 它那个落差真的蛮大 但是我觉得员工是幸福的 不过我们这边要聊一下 就是说关于这一间 吃天娱乐室 还有隔壁那个多功能的休闲空间 它的隔间墙蛮特别的 对 我们做了一个环保的设计 我们使用了很多的一些 废弃的材料 比如说系统的板材 一般木头使用的一个角材 还有本土性的竹节 去做一个隔间的材料 不但让我们的一个整个空间 隐隐约约可以投广 而且制造了很多 丰富光影效果的一个墙面 OK 所以你知道这个隔间墙 我们刚刚不是看到每个空间都给一个主题吗 对 我觉得这几个隔间墙 我觉得它的定调跟主题应该叫做第二春 人生第二春吗 也许 就是材料的第二春 对不对 它本来应该被丢掉的 所以我觉得这样子的设计 其实大家如果房子在装潢的时候 有这样子的角料 搞不好可以考虑这样子的用法 对 其他好处相当的多 可以去做一个什么 隔音 吸音的一些使用